引到的来宾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大家长 可能在很多场合大家都看过也听过 那就是我们的李永瞻副秘书长 李副秘书长他曾经担任过新北市同军会的常务理事 也担任过副总干事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同军总会国家言行的训练员 现在是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在新北市担任长达41年的教职 所以在同军圈一般大家都称为李校长 李校长好 你好主持人 校长今天上我们节目要跟我们谈什么主题 我想谈一谈同军与我 校长整个同军之力是不是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接触同军大概有三十几年 最早接触大概是我师专毕业那个时候 因为我回想小时候就是在小学初中阶段 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人家参加同军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 就是到了初中阶段我是读淡江初中 那时候好像只有一些教会的小朋友 家境特别好的才有机会参与 我们其他人不一定有机会参与 那时候是不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经济都比较不好 然后制服比较贵 大环境的关系可能这样 一直到后来我到师专的时候 师专毕业那一年因为我们师专就是要交小学生 因为小朋友里面有幼童军的课程 所以每一个毕业生都要参加幼童军的服务员的募章基本训练 才开始接触了童军这个区块 原来发现童军这个区块真的很有意义 那可是到毕业后 当时学校还没有全面推展童军活动 所以毕业之后也就淡忘了这件事情 一直到服务的第二个学校 就是在淡水地区有个天生国小 刚调到那个学校服务的时候 刚调走那位校长 是当时台北县的一位六童军街的大佬 一位周库农校长 还有一位团长 他们带的有声有色 很可惜他调走了 这位团长也调走了 因为他们两个都调走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人带了 学校新任的校长 对这个也不一定有兴趣 其他老师也兴趣缺缺 当时我看到这群小朋友 他们还有服装 我觉得这群小朋友很可惜 不能说很可怜很可惜 我就挺身而出 我来带你们好了 我开始来接触他们 毕业那么久了 又当过兵了 这个对童军的领导真的有点问题 陌生了 所以我当时就不辞下问 就接触了 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困然后就知道学 我就去请教周昆荣校长 他就告诉我很多 我就开始慢慢带团 同时他也帮我引进 参加当时台北县的各种 夏令服务员的服务 我也积极的认真带团 为了这样 我再去参加一次基本训练 呵护一下我复习我的课程 所以我基本训练参加过两三次 因为以前要参加募章训练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比较容易 后来就到台北县的同军会登记说 我要参加募章训练 很久又才通知我去 后来到阳明山参加募章训练 59期的幼童军服务人员募章训练 非常有意义 我还记得印象深刻 整整六天天天下雨 哈哈 主持人记得吗 主持人我记得 现在很年长的李子贵先生 团长 他是掌握会的一位长老 以前台北县文山国中的训练主任 非常严谨 我记得印象深刻 我们那个小队啊 有男有女嘛 以前的帐篷跟现在差很多 那很重 用那个同军棍那样支撑起来的 因为都一直下雨 到半夜就 女生的那顶帐篷垮下来 被水压 那实在撑不住 我们就请到我们的帐篷里面休息 隔天还被我们团长训了一顿 怎么可以这样 男男女 弄到一个帐篷里面干什么呢 但是啊 这种革命情感 小队的体系共闻互相帮助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对同军活动一直觉得非常的好 就这是我参加募章训练 参加募章训练之后呢 觉得带团就能够更得心应手 对 那我在基层学校里面带团 我当过副团长 也当过团长 因为我在小学嘛 接触又同军比较多了 我当过社区团的团长 也当过学校团的团长 因为我第四个副的学校 那是我已经当主任 因为社区有同军团 没有人带 我就亲自去带 找老师帮忙带 找社区人士帮忙带 我自己也下去带 我自己当团长 甚至以前那时候 省政府每年有社区的考评 其中一项是同军 很重视 常常每次要考评同军的时候 都是请我去帮忙 我就带他们跳 幼童军里面的丛林舞 做一些吼声 这些评审的委员 觉得很新奇很好 也觉得很好 也为社区加了不少分 因此社区也更愿意支持这样的活动 这是这样我开始带团 看小朋友成长 我就非常的高兴 后来有机会 我就考上校长 考上主任 在受训期间又重复的受训 后来有机会 我也参加了国家助理人员的训练班的训练 所谓商科部长成员的训练 这样刘成长 我记得当时台湾省国校教室研习会的主任班校长班 他里面也有排这些部分的课程 都是我们去承办的 当时我记得每次都大概有三团 在板桥国校教室研习会 大概基隆会有一团 基隆会有福人员 一团是台北县的 现在新北市 另外一团就是桃园 最少有三团这样办训练 我们无非希望这些主任校长们将来到学校里面去 能够更落实的推展的同军活动 那我在学校里面 不管是当主任阶段也好 当校长阶段也好 都尽力的推动同军活动 特别观察一些孩子们 我很感动的 我碰过有小朋友是有问题的 这个小朋友不喜欢他 别的家长也不喜欢他 甚至老师也不喜欢他 大家都不喜欢他 大家排斥他 很可怜 但是他有的转机在同军团里面 在我们幼同军团里面 就是我在邓宫国小担任校长的时候 有一次 一个特别是中正高中的一位高山学生 到学校来找我 他说校长请你给我写一封推荐好不好 所以他说什么 我想推真大学用的 他推什么 他说我想推真国立台湾示范大学 现在有一个公领系 以前有同军 那个三民主义系 同军组现在没有了 公领系 因为我在同军里面改变我的人生 我希望我来读这个 将来我会继续回馈 他就讲了他那段故事给我听 我就非常感动 就是刚才我说这种小朋友 当大家家长都来学校计较说 不要变到我孩子这一班的时候 老实说尽量我不想教这个孩子的时候 只有当时学校一个幼童军团长说来我班没关系 带他让他参加幼童军团 在团里面他就开始学习成长 你看我们同军里面讲究小罪资助 小罪资助人际的互动 学习被人家领导 学习领导 他这个太快乐了 加上同军有很多的活动 他得起所在 太高兴了 功课也好起来了 人突然改变了 同军改变了他 因为我们同军讲究 我们在生活就是教育 做中学 学中做 一段时间在脱胎换骨改变 到了国中他在那同军 高中现在大家行义 所以他现在想要去读大学读这个 当然又会参加罗湖了 但是他如果在公领系去 能涉略更广 以后带同军或者办活动 其实他现在在高中阶段 也常常回学校来帮忙 他就知道还补了 回馈还补了 会来帮忙带这些小弟弟小妹妹 所以我看到这个同军活动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愿意大力的来推动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 虽然前面我没赶上 我来不及参加 但是现在我要掌握 未来我要更努力迎头赶上 补上我以前所不足的 校长是不是在这整个41年的教学生涯 同军的精神跟方法 是不是都有影响到你 对 我影响太大了 你要不要举一些例子 以前其实我这个人是蛮内向的 现在我跟他说 我很个性内向 他说哪向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同军里面改变 同军里面我们喜欢唱跳 尤其带着孩子们 带幼同军们就要唱要跳要游戏 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在潜移默化当中 我也改变了我自己 所以我说我是跟孩子们同步成长 我刚才讲了 全面我来不及参加 现在我努力投入 我就也改变了我自己 所以同军里面改变了我的一生 所以我人生也变得更加的快乐 外面的活动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我已经是退休校长了 不久前我们一个退休校长协会办活动 他们要指定我来带活动 对于校长你带同军来来带一下 哎呦这个老顽童 所以我觉得同军给我们真的很好 所以这一路影响我们 从前影响我 现在影响我 未来还是影响我 那我就想到 这个光我一个人这个力量很小 刚才讲过要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带动更多的老师 甚至更多的家长 我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团 我是主张 我们这同军团不是托儿班 更不是安亲班 尤其自宁团 我一定叫家长要来 我每次办那个说明会都讲 对不起我们这不是托儿班 请你家长要来配合 你就是来看也好 来帮小忙也好 来打点其他东西也好 有一年一个家长来找我 她也是一个某电台的主持 一个女性的妈妈 她说我有小孩要来读书 我有时候听你们这里有广播 有这个小朋友很快乐的样子 我想来读这里好不好 因为她也请我去采访 要我介绍一个好活动 最好的活动就是同军活动 对对对 她说介绍最好的那本书给大家认识 我说那就是从您起来 她说我小朋友可以不去参加 我说可以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要来一起参加 她说我不行 我那么忙 我说那可以的 爷爷奶奶来也可以的 总是要有人来 所以我们是希望亲子一同来 所以同军活动是亲子一同来 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家长 都来参加基本训练 也成为服务员 所以我们更多的人投入 那是最好的 那在学校里面 我在新北市服务 我们那时候强力建立局长 主任校长 要先让他们受训 基本训 这个我就想到以前 有一位老长官 当时他还没当局长 他当课长的时候 看我们这些校长 主任老师们 在同军活动 他认为这件事 不务正业 吃喝玩乐足的 有时候我们难免会聚穿 四个翻译 被他看吃喝玩乐足的 一天唱唱跳跳 所以对我们贴标签 到有一天那么巧 他升官到台东 去当教育局长 因为政府的政策 强制参加辅导募章训练 结果他到阳明山来了 这么巧他的小队府 说真的 那个时候我们办得很辛苦 都是陪公子读书 他们做少一点 我们帮他做多一点 他的小队府 就是我们台北县的校长 他碰上了 结果他这个活动 其实很好 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误会太大了 所以他后来回去以后 大力推长同学活动 这么巧转一圈 后来又回到台北县来了 当我们的局长 他就一个人送给我们一件 很好的夹课 还大力的推动这个同学活动 这觉得非常的窩心 我觉得这么多人来推动 我们觉得很好 那后来啊 之后的局长 建议他所谓主任班呢 一定要有基本训练 校长班要有牧章训练 所以新北市一直延续下来 现在很多县市都这样做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很努力来推动 我们希望同学活动要普及化 是我们最期盼的 今年我们看到我们马总统啊 我们蒋部长啊 多大力的唱有同学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且好像新北那时候推得最快 对吧 校校有同学 新北就是校校有同学嘛 对对对 单班认识同学嘛 人人会同军技能嘛 哇这个真的非常好 现在国中大概校园都有 今年同军节庆祝大会 新北已经突破 以前都大概几百人 今年四千人 那比台北还多 哦很多人非常热闹 而且我们刚好马来西亚团 总统也刚好来参加我们的庆祝大会 我们也让他去看我们幼童军的闯关啊 还有同军的考验 真的不错 推动的非常的好 还有我们会议代表大会 他每去看 真的是我们很落实 在一印一脚步在做 同时那个像新北市 目前也陆续的推出很多室内的同军营地 还有同军的体验学校 同军活动体验学校 很努力的扎实的在做 花不少钱 等一下回来校长再继续帮我们介绍 新北市的同军教育的特色好不好 现在先修行一下 校长有没有什么同军歌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同军会长讲究荣誉 所以这个荣誉在我心里 我很喜欢唱这首歌 也喜欢叫小朋友唱 喜欢像我们的小郎唱 像我们的同军们唱 那我们就听一首 荣誉在我心 再回来 荣誉在我心里 我就不怕光啊 不怕光啊 不怕光啊 荣誉在我心里 我就不怕光啊 直到暗地前方 有时候 这变快光啊 不怕光啊 直到暗地前逢 这一小时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李永瞻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的副秘书长 同时也是退休校长 所以一般大家都称为李校长 校长是不是继续帮我们介绍 新北市在童军教育这块 好像都领先全国 新北市在童军教育这个区块 真的很扎实很用心的在经营 早年在整个规划上 我们分为近程中程远程 在落实的在经营 所以一步一脚印 扎扎实实的在做 我们从基层的很多的基本训练 在牧章训练 还有各个团的经营 学校社区 我们很重视学校社区一家亲 特别是学校的场地也要开放 那每一年都会针对这些计划 着职的来做这个检讨 不断的修正 所以前面我讲过 主要我们几任的局长 都很重视这个同军教育 所以环环相扣 这个不断的衔接上去 才有今天的境界 看得也非常的高兴 所以今天能够达到校校有同军 在国中部分已经完成了 在国小部分也即将完成了 前面我说过 为什么今年团那么多大爆满 因为大家都关心这个区块 大家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太好了 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计划是成功的 所以进城 中城 长城 因着这样的推动 所以就需要更多的活动场所 不然我们同军人口增加了 没有适当的活动场所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同军会 在教育局的大力规划之下 陆陆续续的完成了几个 可以活动的同军营地 像我们的龟山营地 是往新天物赖上去的一个龟山营地 在以前龟山国小旁边有一块营地 现在也落实在给它整理 可以提供露营训练之用 另外在淡水 郑德国中的学校校区 这大力规划 那你就会更规模更大了 将发将近千万年以上 甚至接近亿元的大规模的整理 原来是一个学校不是会校 它是变成分布 现在因为效率很大 规划起来 将来是一个很好的同军活动地点 局里面有一次规划为 同军体验学校 也是很好的一个地点 将来像这个国二要体验 就不定到游乐园去了 有个特殊的同军体验学校 也是相当好的一个地方 另外在市区的板桥国中 还有在大汉溪边 规划一个露营的活动场地 相当的理想 那其他还有很多学校 也都愿意开放场地 让大家来体验 我觉得全程看好 更多人能够体验同军活动 我想同军活动更能够蓬勃发展 更多人的投入 这样不断的良性的循环 我想整个社会风气会改变 青少年将来会是不一样的 新的国民产生 是优质的 是阳光的 其实一般家长跟一般教职 都知道同军运动很好 可是不知道好到什么程度 最需要校长这样一直大力地在推广 再来校长同时也是 同军总会的副秘书长 这个身份几乎是全国同军运动最重要的决策单位 校长是不是对同军总会这部分 今年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任务要推展 其实我会进入同军总会当义工 同军就是医务服务员 就是成人领袖 我以前也没有想到我会到总会来做义工 因为我们都在基层不断地默默地付出 刚好两年前我刚刚退休 那时候本来集园 有一次请我去当拼任督学 我说我不要 我就是退休要休息 刚刚有这个空档 当时我们的前理事长赵守伯先生 赵理事长就想到我 为什么想到我呢 因为我退休的时候 我写了一本书叫《童军与我》 他帮我写序 他一直很忙都没有帮我写 我后来就打电话问他的秘书 是不是理事长没有空头 我就不麻烦他 不过里面有秘书长帮我写的 如果没有他的就很对不起 因为我也不能代笔请他来签名 这个我不要 赵理事长真的帮我写 所以都有印象深刻的样子 有一个人就请我来帮忙 因为当时的秘书长 这个谢秘书长 他刚才要回动物大学任专职 主任秘书 所以父母长就正上去当秘书长 就一个父母长缺要我 我就在总会来服务 到总会以后我发现到 哇真的是不容易 全国很多的业务 而且专任人员非常的少 很不容易 后来赵理事长到任 今年新的林理事长 他也是行政历练非常的丰富 虽然他本来是同军不一定是内行 但是凭着他的行政历练 跟他的热忱感动了我们 所以现在总会整个也有一点改组 这个运作更加顺畅 共有分为行政组 还有国际组 国内组 新闻组 环境组 运务组在运作 整个非常的顺畅 像这个世界大陆营 明年马上有世界大陆营 总会很重视 为这个世界大陆营 我们来特别临选 聘了一位专门来助理的助理人员 来办这个业务 专职 专职的来办你这个业务 因为世界大陆营刚好是日本承办的 因为像日本那边联络 国内这个筹备主他负责这些业务 整个同军形象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形象 就是我们台湾的形象 代表国家 筹备会已经开了很多次 我们还不断的在开 不断的在改进 同时还要到现场去看他场地 另外我们这个理事长也很重视 我们这个国际间的交流 所以很鼓励 我们各县市同军团 跟国际友团能够多多的交流 姐妹团这样 多多的交流 这样才有国际的话 同军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是这个世界大家族中的一份子 我们希望多有国际的交流 这是总会努力的一些方向 另外最扎实扎根的 我们落实到基层 我们很重视地方同军会的活动 所以每季的全国总干事会议 都很认真的开会 检讨英心英格的事项 地方的心声 总会可以协助的地方 我们都努力来经营 目前我们大概有这几个主着在努力当中 此外我们理事长非常注重基层士气的提升 所以也跟我们国教署署长 还有我们教育部部长谈过 我们对基层的义务服务员 还有推动同军教育的优质努力的校长们 要多多 还要公开表扬 所以今年教育部部特别交在国教署 在同军学之前 对推动同军教育基优的校长 学校还有个人 还有我们基层优秀的各级同军 以与隆重的表扬 特别到国教署去表扬 其中在推选代表 进建总统 我们总会 大家长我们总会长 马总统特别在三五同军学 在总统府接见 这些最优质的 智宁同军 幼同军 同军 行义 罗服 还有服务员 公开表扬 提振这个士气 也是我们目前正如念 因为总统的一席化 部长的一席化 这个同军活动又在热络起来了 士气又在提振起来了 是我们看到的非常的高兴 总统那句话是 校校有同军 班班有同军 对 所以去年没有表扬 没有之前都没有 所以我们看的非常的高兴 这也是总会在努力推动 校长因为先在学校服务 不管是当老师主任一直到校长 现在突然是总会的副秘书长 这两个身份角色 做事方法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是不太一样 就像以前我在当老师 跟我在当行政人员的角色转换一样 当老师的时候就觉得你们行政人员怎么那样 其实换一个位置 有人说换位置就换脑袋 其实也是应该换脑袋 因为看的观点是不一样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跟老师们讲 老师你小时候都读过一个课文叫做虾子摸象对不对 大象像什么 虾子摸他摸到大腿 像大象像一根柱子 他如果摸到耳朵 大象像一把扇子 照他的看法是没有错 他的体验体会是这样是正确的 或者说大象像一条绳子拉到尾巴 但是你是明人一看 大象整体不是这样 他只是看到他那一部分 那老师呢 因为他站在一个班级 他只看到他的班上 他只看到他自己 如果一个年级 只看到他那个年级 点线嘛 啊猝士呢 看到一个面而已啊 但是你是看是 合起来很多面 合起来一个整体性的 所以在上面是看是整体性的 那在总位也应该是这样 所以基层很多的看法 未必跟总位是一致的 但是说有没有错 其实各自都没有错 各自都需要有一个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这个角色一转换 我才深深体验到 以前我跟老师们讲过了 在这边也完全看到了 我也听到很多的那个杂音啊 批评总位的不好啦 效率啊 效率差 以前我也会这样说 你们总位怎么那样 后来我才看到 总位人手也很少呢 就是钻子根部没有几个呢 我才发现到 以前我们这个 我在台北县有一个县长啊 苏县长讲过一句话 你看人大大 贤人主席 你来打看看你就知道了 你自己挑挑看 批评于云水能反自知 真的是不容易 尤其总位这个 总理全国的这么多的业务 要关心的层面 基层的 真的不容易呢 我们理事长又特别关心基层 我们才几个人呢 他说每一个童馨节 县市都尽量要去 我们疲一奔命呢 我会跑好几个地方呢 上次我要到屏东去参加他们的 幼童馨的联团活动呢 我们尽量关心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其实也请 县市同庆的大家 或各伙伴 多多的包含 真的有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 互相体调会更好 总会 因为钻子人员很少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工作效率会差 有时候是难免的 有时候忙中有错啦 一些小错误啦 多多的包含啦 还有有时候有人说 怎么怎么决策那么慢 其实这个大层面的 一个决策下去 因为全国那么多同军伙伴 如果有偏差的话 也是愚心不安 政策的错误 比什么都糟糕了 所以有时候会说 我们为什么很慢下决策 因为要审慎的考量 再做最后的决定 这是有我们考量的地方啦 造成基层的很多伙伴 如果说有不太愉快的话 你总会怎么这样 请你多多包含 其实大家真的都很认真的在做 除了几位专职人员以外 通通其他都是义务 我也是义务伙伴之一啊 希望把我们同军活动办得更好 让我们中国民族的同军 更能够蓬勃发展 能够更稳定 在世界上花光花热 再来最后要问校长 同军服务也三十几年 将近四十年 必然经历过很多感人 也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样的同军前辈 让你终身难忘 一直到现在 圣经上有句话说 有这么多的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是很多的见证人 所以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一路走来 我看到很多的同军前辈 很多在这里当义务服务的伙伴 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在台北县 第一个接触的 我常常称他为师父 我们前国家言行的 执行秘书张岳松校长 一路不断的提拔栽培 到今天我来非常的感谢他 从我参加募章训练 他是我的小队辅导 到后来我当主任 当校长 他一路提拔带领我 参加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服务工作 在训练当中也给我当过事务长 当过很多的历练 这一路上我觉得 非常的感谢他 另外我同军 募章训练的主持人 李子柜老先生 团长 我也非常感谢他 他当年我在接受募章考核的时候 非常严格 我刚好又是他辅导的 每次我谈机会他一定来看 而且带了两个左右护法来 看完之后就批评检讨 这个歌唱的哪一个派子 没太准确 你这个舞哪一个动作 怎么会更好 因为他当时带了两位团长 也都是来自桃园的 一位是桂美团长 因为蒋立子团长 他们都唱条都一流了 实力派的 我获益良多 所以从他们身上看到 非常扎实 这一些技能方面也很扎实 刚才我说的 我的师傅这个张庸校长 他的唱跳也是一流的 跟他学习到很多 另外我后来又接触到 全省各地的伙伴 还有像我在基隆 有一个江振级伙伴 我也是非常喜欢他 他现在年纪长一点 差不多退隐了啦 偶尔出来一下给我们看一下 像我每次去 以前在去暖冬嘛 今天暖冬引力办活动 他一定大力支持我们 不说恶话 有他在我们就安心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像这样的伙伴 我们实在也会很感动 他退休以后 还在营地那里 默默整理环境 让我们每次去办活动 非常好 这个就是舒适 这些伙伴 都让我非常的感动 这些都是在基层的伙伴 我所看到的 当然高层的领导 那很多了 看了我也很感动 最后再来 童军有很多诺言 规律名言 哪一句话 校长当中终身的座右铭的 Oh my honor I will do my best 凭我的荣誉 我愿尽我最大的荣誉 这是我当校长的时候 我的桌牌 校长李永珊 上面就是用这个名言 我觉得凭我的荣誉 我凡事要尽我最大的努力 这样我养不愧一天 光明磊落 快快乐乐 今天非常感谢 李永珊副秘书长 今天来上我们节目 不论白天 黑夜 寒冬 酷暑 全国各地 都有各式各样的 童军活动 正在进行中 现在就让我们搭乘着 欢乐时光机 一起回到活动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的4月27号 民生社区童军发展联盟 正在戏指天风谷度假村 举办的两天一夜的 童军录影活动 那我们先请 建设团的陈尔善 陈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整个民生社区童军发展联盟 当初是什么样成型的 民生社区童军发展联盟 大概是在七年前开始结盟 那在结盟之前 民生社区算是台北市 童军密度很高的一个地方 整个民生社区 大概有十几个童军团 在七年多前 因为看到民生社区的童军 比较没有在一起活动 所以大概在七年多以前 由建设团跟联合团 一起发起了两个活动 那开启了民生社区 这里的童军团 一起活动的一个先例 在那个活动以后 大家觉得效果不错 所以在七年前 就有几位团长发起来结盟 七年前结盟以后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六个团在推民生社区 这个童军一起发展的活动 每年我们会有 一个盟主产生 这样子来轮流举办 这个民生社区联盟的一些活动 每年我们大概固定有三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刚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联团露营跟齐蛙云 那第二个 我们每年会有一个同盟日 同盟日本身会跟社区里面 去介绍这个童军 或者是做社区服务 第三个 我们每年可能会跟四位 合办一个揪他揪地 这是每年固定会举办的活动 而三长长 整个民生社区 童军发展联盟 已经组成了七年 那这七年 整个执行成效如何 成效可以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对孩子来讲 每年的一个大的活动 像齐蛙云这样子的活动 孩子应该是很期盼 那从这几年来看的结果 孩子中间 他们可以跨团联姻 他们跨团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以后长大以后 这一群朋友 会是他们以后人生的一个陪伴 这是从孩子来看 第二个 原来举办这个联盟 是希望服务员有交流 那服务员的交流 从这个成效来看 跨团中间服务员交流 是非常好的 所以现在 服务员不只认识 自己团里面的服务员 还认识联盟里面 他团的服务员 那可以互相观摩互相学习 第三个 联盟本身也会举办服务员的 演习 在演习无形当中 每一个团的这个技能 或者是他的观点 或者是他的 对教育的观感 都慢慢的会提升的 尔森团长参加童军运动 也十几年了 参加到现在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心得 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是因为孩子 才加入童军 担任服务员 这十几年来 我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这是我第一个欣慰的 服务员久 你会觉得说 童军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它不只是 让你可以去带着孩子一起成长 童军是一个共学的团体 它不只是共学的团体 童军的核心价值在品德教育 那品德教育不能用讲的 那只能用带着做 所以经由日常生活这样子的带动 把我们的价值 隐藏在里面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实践的方式 同时呢 童军其实是一个 很好实践你的 信仰的一个方式 信仰本身可能比较抽象 那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式来实践 童军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具体实践的方式 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钟 那已经正在进行了小队的古道探索 这次的古道探索呢 是由民权国小的训导主任谢发贤 谢主任所规划的 那我们就来请问谢主任 今天是什么样规划这条路线 谢主任长 主持人早 我们今天齐蛙银所做的古道探索的活动 是从天风谷度假村 我们走江子寮古道 为什么会叫江子寮呢 因为以前这边出产的特产是山腔 所以是叫江子寮 我们今天走的这条江子寮古道 从天风谷度假村一直走到细平路 这一段山坡上坡路段 大概有将近30分钟的时间 那这沿路有一些穿山甲山珠出现过的痕迹 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小狼小娃跟狼宝宝 可以体验这样的江子寮古道的一些活动 那我们到了细平路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往上走 走到江子寮的寮望台 那个寮望台 可以远跳到我们的松山机场 还有我们戏子的摩天东地寺的一个大楼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棒 可以整个俯瞰我们戏子 看到我们松山南港整个的地形跟地物 谢主任请问他们在整个古道探索的过程 他们最重要的学习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古道探索的活动 能够引起我们小队互相的彼此团结合作 加油打气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追踪作业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小队当中能够针对我们沿路所做的天然物 能够做一些观察记录 透过这样的观察记录 让我们的小狼小娃还有狼宝宝 对我们的自然物能够更加的珍惜 而且能够爱护环境 能够针对我们的环境教育能够有一些注意 我现在呢就跟着明镇社区发展联盟的幼童军 一起来全程走完这个江子寮古道 我们现在一起出发哦 现在是9点27分了 我们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哦 从西子天风度假村 走了江子寮古道一路上来到西平路 那这一路都是上坡哦 所以大家都走得非常喘 连我也很喘 我们现在就来问几位小狼 刚刚走了半个小时的上坡 心得什么来 我是西中国小团的小泳人 刚才爬山简直像地狱 而且有些地方没有时间 所以很容易滑倒 我是三民国小的桌顶员 见识团的 然后刚刚在爬山的时候 差一点的往下掉下去 我是见识团的桌顶亭 我刚才在爬山简直是快疯了 除了将近半个小时的上坡路段呢 现在还有将近25分钟 我们要走到江子寮的瞭望台 所以他们现在的开心只是一时的 25分钟继续往前走 沿着西平路慢慢往上走 要走到江子寮瞭望台 那我们现在再请问一些小狼 我是西中国小的蔡侍哲 刚刚爬的那段山坡 我看到了一些昆虫 树木和花朵 你都不会累哦 不会啊 因为你平常有在运动吗 对 跑步 爬山 难怪你都不会累 他们很多人都说像地狱 我是西中国小的王宇辰 很恐怖 因为我很怕 容易就会从上面掉下来 本身最古 中午12点钟正在进行烤肉活动 那我们来访问几位小狼小娃 大家好 我是民修国小的 我是二年级的 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时刻就是睡在蒙古包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在一起烤肉 因为我觉得在烤肉的时候很好玩 然后睡在蒙古包的时候 让我觉得还要睡在蒙古里 我是监视团 读卢州国小 我叫陈玉成 我在这里有学到很多不同的活动 还有游戏 这些活动让我觉得很好玩 大家好 我是西山国小的陶子宁 我觉得这两天一夜的活动 我最喜欢的是萤火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健康团的刘家瑞 我觉得这两天爬山比较好玩 尤其是下坡的时候 刚刚为您报道的是 2014年的民生社区同军发展联盟的丛林奇蛙营 这个时间是在2014年的4月26号27号 两天一夜的联团树营活动 再来我们介绍下一个活动是一个团集会 那一样是民生社区同军发展联盟的成员之一 台北市健康国小同军团的团集会 我们一起来听这段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4年的5月4号 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北市的健康国小 今天健康同军团呢 他们正举办的是第18次的团集会 这第18次团集会呢 在幼童军的部分 今天的团集会主题呢 是认识野外动植物 在幼女同军的部分 他们是礼浪宣导 等一下呢 他们的幼童军跟幼女同军都会一起操作 我们现在就请到健康同军团的副总团长 黄道平黄团长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今天这个整个下午的团集会设计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目的 这个设计哦 其实有包含两个主要的主题 一个就是在让他们有野外观察的基本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让他们练习 怎么样在野外里面能够安静的走路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活动叫狐狸打猎 里面呢第一开始我们要教他们练习怎么走狐步 就是印第安人的狐步 我们会在里面呢也跟小朋友提到所谓无痕三菱的这个概念 就是LNT里面提到的怎么样尊重野生动植物的观念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哦 第二个目的呢 我们要做例行的幼女童军跟女童军的礼浪宣导 但是我们希望让全团一起参与 所以呢 我们这次礼浪宣导跟往年的规划 最大的不同点我们结合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让小朋友认识野外记号 我们在宣导的沿途呢 我们会布野外记号 让小朋友沿着记号前进 这是第一个给他们的挑战 那第二个呢给他们的挑战是 往年我们都只是在定点做宣导 这一次呢我们给小朋友 女童军总会发的宣导的面纸 那让他们呢在沿途呢遇到了路人 遇到了后车的路人市民 我们就会发给他们我们的面纸包 然后让小朋友练习怎么去跟陌生人做第一次的接触 当然这里有一些安全上的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服务员会跟在旁边 那注意小朋友的安全 那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跟陌生人的应对进退 让他们练习一些基本的人际关系的技巧 顺便呢把这个面纸包送给他们拜访的路人 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健康同学团的小朋友 我们现在正在做里浪宣导 让他们这个能够参与我们的里浪宣导的活动 那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主题 因为下个礼拜天5月11号刚好是母亲节 所以一般我们在操作团集会的时候 都会配合这个节庆来适当做一个团集会的调整 所以他们就在这次的团集会里面 安插了小狼跟小蛙呢 他们拿着康乃馨 然后直接拿给他们在场的家长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如果家长今天没有来呢 就直接拿给团长 然后顺便配合早上团集会 他们教的这条歌是 妈妈真伟大 不怕乌云苏党 祝给我温馨 鼓励我相生 母亲 娘我爱 我爱你 小蛙好 小蛙好 今天下午咧 我们要开始玩一个好玩的游戏 最重 最重是下一个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有上过追踪 你们还记得你们踩过脚印吗 还记得吗 记得 好 今天我们要来教 我们今天要来当独立 待会呢 你可以选择穿鞋子或是选择拖鞋 蛤 打赤脚 都没有关系 但是勒 我要先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上这个课 好 你们去奇幻营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很多大自然的声音 有 告诉我你们听到什么 有 有 什么鸟 什么鸟 不知道 有没有听到 你听到什么 红嘴黑杯 红嘴黑杯 红嘴黑杯有 大关啾 有 还有什么 人的声音 人除外 还有什么 班啾 班啾 有 还有什么 我们的叫声好 还有什么 我们那天在奇幻营还有听到几种声音 你们可能认不出来的 有一个叫条文松鼠 然后呢 鸟的声音呢 应该还有几种 比如说白头翁啊 居秀眼 有 还有一种声音 咕咕咕咕咕 五色鸟 五色鸟 对 但是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 如果我们都很吵 我们就听不到动物的声音 因为你会被你自己的声音都盖掉 所以如果将来呢 我们还有机会到大自然去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做好的野外观察 第一件事是什么 安静 要很安静 要用的是你的眼睛 你的耳朵 而不是用你的嘴巴 但是呢 你们在走路的时候 一定会有声音 一定会有声音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要教你们 怎么样走路才会 没有声音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走路的这个方法呢 是印第安人 在打猎的时候 他们走路的方法 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狐狸走 简称叫狐步 刚刚真的进行的是 就是印第安人在打猎 是他们所走的步伐 因为他们为了要打猎物 为了防止猎物 听到他们的脚步声 所以呢 他们就发明了这样的步伐 这样的步伐呢 就是前脚掌先着地 后脚跟再慢慢跟上 这样就会减少声音 他们又简称为狐步 就是狐狸的脚步的意思 在刚刚教完那个狐步之后呢 现在进行的是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呢 就是小狼跟小蛙呢 在外面围成一圈 那他们演的是一个狐狸 那中间围着五个 坐下来的猎物 这个猎物呢 可能就是小白兔啊 或者是小老鼠之类的东西 然后现在狐狸呢 就要到中间去打猎 所以他脚步一定要很轻 绝对不能够让猎物听到 那那个猎物如果听到呢 只要用手去比到那个狐狸 那个狐狸就死掉了 所以狐狸呢 在整个游戏过程呢 他们脚步要非常非常的轻 不要让猎物听到 然后去抓到中间的那个猎物 那个猎物呢 他们就是放所谓的养肋多品啊 还有所谓咖啡罐啊 还有一个动物的模型 来当做这个猎物 那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呢 就是狐狸跟猎物之间的彼此在斗智哦 狐狸呢 要尽量的不要发出声音去盗取猎物 而猎物呢 要利用他们的听觉哦 就是利用他们的耳朵 去听到那个狐狸来的声音 那他们的武器呢 就是一扬绳子 那个一扬绳子呢 只要比到狐狸 狐狸就死掉了 狐狸呢 只要抓到猎物 狐狸就赢了 来小小孩要注意这边哈 我们这一关 负责讲的是记号 一般来讲 记号在童军的活动里面 是占了很重要的因素 有的时候我们出去野外的时候 我们去追踪 或是说 我们在外面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或干嘛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利用地形地物的标示 让我的讯息告诉别人 或是让别人来救我 或是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记号的标示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们要注意看前面的 团长这边有做一些 就是一般会常用到的指示 跟禁止指付回信的一些图示在下面 你们注意看哈 这边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会有三个圆形 或是三个东西 放在一起 表示是危险 放了三颗小石头在这边 表示这是危险 危险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再往前走的意思 就是危险了 也许前面是有陷阱 或是险癌 反正你就不能再往前进了 表示这边是危险的地方 可能沼泽啦 对不对 或是小溪流 险癌断崖 这都有可能的 然后第二个应该是你们比较容易知道的 就是箭头指示的方向 我可以往前走 记得按照箭头的位置去标示 假如我说我少一个箭头 一样是往前啊 那是看你地心地物的时候去做选择 然后再第三个 是指示信的 指示 我往前面走17步 这边有个17 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 框起来的 假如我往前面走17步 就是以一般你们走路的步伐 17步 会有一封信在那个位置 可能是团长留给你们信啊 或是说前面一文人下来的讯息 要告诉你要怎么去做 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标示 注意我这边 因为等一下你自己要去弄一条路线出来 给我们去走 知道吗 第三个叉叉 停止 停止跟危险是不一样的方式 停止是表示说 我可以继续往前走 可是我是不要往前走 我可能会有别的指示让你们去走 可能是在岔路的部分 这条岔路不能走了 我要走另外一条路 指示右童军的是会用标示 然后童军可能就是用指示信 可能就带指北针就直接出去 我要分角度 所以右童是比较简单的 了解齁 我是用树枝 只用树叶表示 可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用稻草 因为这个风一吹 可能就吹走了 我们会用稻草去绑在一起 这样三条线表示也是 危险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我找不到石头啦 可是我有看到一些草在这个位置 我把它绑起来 我是用树叶代替而已 找不到叶子 或找不到什么东西 石头呢 它就放一个鞋子 你就看你随身有什么东西就拿来做 然后最后面这个 这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看到的树叶 我们只是利用它的枯枝 注意到 我们的箭头方向是指这边 一般我们都利用地形地物 我们不会放到很明显的地方 可能就是路边啊 或者哪个地方 现在正在进行的课 是同军的野外记号 那也是由魏正康卫团长 来讲解这堂课 这堂课呢就是利用天然的树叶啊 树枝啊或者石头啊 来排列成我们同军的野外记号 那这个记号呢 如果是三个石头叠在一起 那就是危险喔 不要往前紧 那如果是一个箭头的形状 那就是继续往前走 大家很有礼貌地说 你好 我是健康国小同军团的小青蛙 或者是小狼 我们今天在做礼让宣导 请你支持礼让宣导 然后呢你就可以念 礼让有爱交通无爱 或者是说 请支持礼让宣导 至少要这样讲可以吗 人家接受以后你要说谢谢 如果人家不接受 你也要说谢谢 再换下一个 你要把一个发完了 才可以去跟小队府拿第二个 我们看谁可以把你的爱心 宣导得更多 那你就是最棒的 当然你也可以 一直拿着那个 考虑很久 然后呢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队长注意喔 当你发现你的小队员 是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请问队长要做什么事 帮助他 对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需要日行以上 帮助他的人 今天就是你们实践的最好表现 了解吗 至于你要走哪一条路线 刚刚他们已经去布线了 这就是你要善用水中了解 要往哪边走 懂喔 所以请你看清楚喔 他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礼让宣导的这个活动 那礼让宣导呢 是台北市教育局所主办的 就是在五月份是整个月都是礼让宣导月 他们有印字的面子的文宣喔 这个文宣上面呢 就是礼让有爱交通无碍 人车分道道道平安 人车共道礼让为安 借由这个台北市同军会 台北市女同军会 一起来协助这个台北市教育局 一起主办交通礼让月 健康同军团在设计这次的团集会呢 也借由刚刚所学习的 同军的野外记号 来结合这个礼让宣导 等一下呢 他们在走出之后呢 在沿途学校附近的地上 就会有同军的野外记号 他们就要顺着这个野外记号 一直走到指定的礼让宣导的地方 一起来进行这个礼让宣导院这个活动 他们现在沿着同军的指示记号 一直到公车站牌 这个公车站牌呢 就有一些民众 然后他们就要对这个民众 进行所谓的礼让宣导 礼让有爱交通无爱 人车分道道道道平安 人车共道礼让为安 他们现在念的呢 就是面子上面的文宣 那个文宣就是 礼让有爱交通无爱 人车分道道道道平安 人车共道礼让为安 那这是由台北市教育局所主办的一个礼让活动 礼让有爱交通无爱 人车分道道道道平安 人车共道礼让为安 谢谢 你好我是健康国小同军团的小狼 礼让有爱交通无爱 人车分道道道道平安 人车共道礼让为安 请支持礼让为安 请支持礼让运动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边 今天非常高兴李永珊 李校长再次上我们节目 来为我们讲的是同军与我 刚刚也连续报导了两场的活动报导 再来这三天是端午连续假期 也希望全国同军伙伴 如果自己团有活动 或是自己要做家庭出游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也期待全国听众朋友 下个礼拜六一定要继续 准时收听我们快乐玩童军的节目 我们下周见